来关注博鳌亚洲论坛 29号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3年年会上 推进数字经济分论坛上 与会嘉宾表示 当前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 外需增长持续放缓 发展数字经济 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机遇 将成为推动经济复苏的新力量 与会嘉宾认为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迭代 并向各产业各领域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 重组全球要素资源 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因素 数字产业化就是要发挥好 数字经济的引进作用 大力发展 人工智能 区块链 云机上 包括高质量发展 机身电路 软件行业 来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 截至二月末 我国5G基站总数达238.4万个 占移动基站总数的21.9% 5G网络建设稳步推进 与会嘉宾认为 在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 建立健全制度和机制尤为重要 5G网络手机用的人越多 它的效率越高 它的这个指数级的这个效率增长 这时候呢 政策上做适度的引导 能让大家尽量的起步走 快速的进入一个规模效应 这对整个经济增长 会是很大的帮助 此外 与会嘉宾表示 只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 相关部门营造稳定公平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才能让工业互联网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同频共振 赋予更多行业 焕发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